我们今天这场活动的主题是流动的时代 那流动时代这个题法是来自于波兰的一位社会学家 他名字叫齐克蒙特·宝曼 他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做《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那在这本书当中作者提出从固体到液体的现代化的转变 为个人生活的创造追求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环境 每一个个体在其中都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而今天我们的三位作家可以说 他们都是从一个固体的时代到一个流动时代的亲历者 那他们的作品呢也更加是这样的流动时代的见证者 可以说是深入到了个体在一个变动时代里 会面临到的种种困境 内心生活以及人生的浮沉 今天活动也比较特殊 因为我们会用中文英文斯洛伐克语三种语言交换着来交流 等一下呢我们也会听到三位非常优秀的作家 在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的种种反思和他们的故事 那首先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三位作家 首先介绍的是巴布拉·赫里诺娃 她是一位来自于斯洛伐克的小说家 编剧她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独角兽》 获得了2021年斯洛伐克九复盛名的文学奖 安娜·索普特文学奖 那她在独角兽当中塑造了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主人翁的形象 这是一位永恒的追寻者 同时也是一位始终在跟孤独跟不确定性打交道的人 在这样一个主人翁身上我看到了非常鲜明的现代性的特征 那她同时也是在一个艺术学院担任着编剧和戏剧系的老师的职位 同时制作了多部电视连续剧 她同时也拥有广泛的国际化的背景和国际化的交流经验 曾经在格鲁吉亚完成了六个月的研究驻留 同时还作为富布拉特学者在美国进行过短期的交流访问 非常欢迎巴布拉的到来 欢迎你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另一位作家莫妮卡 莫妮卡出身于布拉格 从80年代以来就一直住在巴塞罗纳 她既是一位作家 同时是一位译者 也是一位记者为西班牙的国家报 美国的国家周刊 以及华尔街日报等多家报纸控告 她同时是一位非常强大的译者 因为在我看到她的这个译注名单目录的时候 真的被惊了一跳 因为太多我喜欢的作家 都是被她翻译成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 其中包括赫拉巴尔 包括哈维尔 米兰昆德拉 阿赫玛托瓦 斯维塔耶瓦等等 六十多个作家的俄语和捷克语的作品 与此同时呢 莫尼卡自己的作品 《沉默的女人》 《瓦利亚之夜》 《斯大林的玫瑰》 《入侵者》 《在雪地上盛装起舞》等等 都广受好评 并且获得过诸多的奖项 同时也被翻译成了《世纪中女》 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中方作家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 魏巍 魏巍从1994年开始写作 到现在已经发表的作品 随笔大概已经有一百多万余字 可以说是真正的著作等身 那她的代表作品有 《大老振的女人》 《化妆》 《一个人的威胡增》等等 我到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 我第一次读到《化妆》 那个中短篇小说时候的那种 心迹和被狠狠地 在心上打了一拳的那种冲击感 那魏巍老师也是曾经获得了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第十届庄重文学奖 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年度小说家奖 第四届冯木文学奖 等等诸多权威性的奖项 她的作品也被翻译成 英文、法文、日文、德文、意大利文 俄文、波兰语、希腊语 西班牙语、塞尔维亚语、阿拉伯语等 多国的文字 欢迎葳葳 每一个作家都会有她 一直忠情于书写的母题 和她忠情于去执着书写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想最开始 可不可以先请各位简要地 介绍一下你们各自的写作动机 和你们一直以来执着于书写的母题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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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vecou nejakej kampane alebo nejakého aktivizmu. Tak zkrátka chcela som zachytiť inakosť, ktorá ma všeobecne zaujíma ako téma, ale nie len vo vzťahu k nejakým ľuďom, ktorí sú ako keby iní, pretože dostali túto nálepku, ale vo všeobecnosti, pretože si myslím, že každý človek je menší na samú sebe a vlastne zachytiť túto individualitu 常有 Arcwork,が 두 видитеと、私は面倒下や相互の Ф� discriminations それは私の推ししている訓練動画で、合作とそうでした 主任司さんは絕邊です 主任司さんは私の主任司さん because I'm a woman and I understand women better than men and also this is like a sort of this is my way of doing feminism to look at women from different angles so this is like this is one thing and then also it's like on another level I like to look at people individuals like what Barbara said so we like we writers write about individuals right so it's like an individual in difficult times my parents and my grandparents were born in difficult times and actually so was I um there was totalitarianism and uh I heard so many stories my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lso lived through the second world war so all these things are um I put all these things in my literature um in my novels and um and it's it's about an individual and how he copes with um with these difficult times right does he get swallowed up by them or does he develop resilience and how this how does this work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individual and um and um um you know the whole uh apparatus of um you know war apparatus or uh totalitarian apparatus and all that okay so these are the main topics in my work this is what I have been writing about applied to what used to be Czechoslovakia or sometimes about Russia so I have like these two lines usually women either in Prague or in um or in Moscow or Saint Petersburg um and I'm going to write my next two novels will take place also in the United States 嗯我想薇薇老师一定会跟莫妮卡深有同感因为我知道您的小说当中也是描述了在中国这几十年巨大的变革当中 女性身体和心灵所遭遇到的这种双重的冲击一些非常深刻微妙同时有力的描写 那就请薇薇老师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薇娜很高兴能够参加中欧国际文学节 这个呢是我第二次参加中欧国际文学节两年前在广州举行过同样的这个文学节 然后我记得跟Peter还有文琴都有见面共同度过了愉快的几天 那么这次呢就是这次很高兴能够跟两位杰克和斯洛伐克的我的两位美丽的同行进行交流 那我呢我的写作其实刚才两位作家的这个对于写作的就是为什么写作的这种见解我都很认同啊 就是说首先我也认同是写作它是一种自我表达 主要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生活过的就是生活在我们身上落下的痕迹心理落下的痕迹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呢通过这种一种就自我表达吧 然后也能够尽可能的折射别人的生活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都身属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头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通过写人的生活也是来折射我们对于时代的理解 刚刚Barbara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法 她说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其实都是折射出了某种意义上的边缘性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那个极少数群体 我觉得这是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概括 那在读Monica的一些访谈的时候 我知道她是大概是对于女性压迫流亡 这样的主题始终有思索 而这样的思索其实某种意义上要回溯到她自己的童年经历 就是当年她的父母决定流亡 因为1968年苏联入侵了杰克斯洛伐克和布拉格 那之后他们从印度一路逃亡到了美国 这样一段童年的流亡的经历也在她的作品当中注下了一个烙印 那刚刚魏魏老师也提到要用自我去折射一个广阔的时代 把个体的自我表达最终变成一个时代他们共同的共有的声音 去表达那个沉默之声 所以我想其实三位身上都有这种非常深刻的个体经验 跟时代广阔画面之间的连接 那接下来我就想请各位来分享一下你们自身写作的那个原点 就是究竟是从什么样的自我的经历当中你们开始寻找那一条写作之图 Alvara, please 所以在开始上的期间 我从来的语织作者中间 我练买了 我继续讲一下 我继续讲一下 的几乎是正在语织 我继续讲一下 我从来就没有 但是我继续讲到 我继续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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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续讲一下 因为我继续讲一下 是内容的 一切有些人 o detaili veľmi konkrétne, tak nemôže v proze fungovať. Takže som si potrebovala ešte tak možno aj zažiť sama nejaké skúsenosti, či už cestovaním, alebo žitím na podnajme, ktoré ma možno pritiahli, aj pretože ja som vnútorne tak riešila tie témy. A prostrednictvom týchto skúseností som vlastne nazbierala materiál k svojim povietkám. A zároveň mi prichádzali do života ľudia, ktorí boli istým spôsobom iní, či už sa to týkalo ich nejakej sexuálnej orientácie, alebo možno aj národnej identity. A toto všetko mňa veľmi zaujímalo a tak som trošku nasávala tie ich životy a hľadala som v nich momenty, ktoré nejak ako keby zapadali do tých tém, ktorými som sa zapodievala. Takže čo sa týka tejto zbierky povietk bol pre mňa takým primárnym zdrojom inšpirácie ako keby život a samotná realita. Anita? Tak, děkuji. Takže, když si řekl, to je všechno, že sa všetko sa všetko je to všetko všetko v živosti. A toto je in náspirašant na miho writingu. A toto je výjave, výjavec in všechno v možné být mňa. Buda je všetko všetko zbieralské, about um like lost identity about looking for identity um because uh when you have to leave your country and um almost without warning as as it was my case um when i was 16 um i had to go and live in a different country which w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really feel absolutely lost you uh always feel like different than the rest of the people you don't know customs well you don't know the language well and uh so um um because of all this this is uh as i said one of the one of the main topics of my of my writing for example in um roses from stalin i wrote about uh about stalin's daughter svetlana not um well also because of stalin and how it how it feels to be a uh a dictator's daughter but also because she left her country she left her kids she left her city her life um in order to go uh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so um she did it uh through india just like my my own family so i thought this was like really interesting and um well it's like in every book um if you look for it this this theme is there you will definitely find it somewhere so uh this is yes this is uh and then again a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nd how society wants to control you wants to make you uh part of it and uh how you're resisting you want to be yourself you want to be an individual and you don't want to be maybe part of that society or on the contrary you want to be like the rest of the people but you can't you know so i'm dealing with all these like different uh topics of sensations um of yes of an individual we love she how the how the way not uh that uh so that's a good share to the yen yeah whether she's to find out that can answer your opinion from me like yeah uh uh我的写作呢可能就是中呃早期的分隔是原点哈是以故乡童年啊或者是成长 这样作为题材还有亲情为什么会以这个为原点呢是因为我就生活在这些嗯 词语当中啊故乡啊啊然后小程啊八十年代这些都是我早期写作的关键词 包括呃随着因为我是这个八十年代的时候呃正好是改革开放那个时候我是在念中学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我的家乡啊我身边的呃亲戚朋友呃他们的生活的变迁都是落在我眼里 我对他们比较熟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写作的起点 那么呢就是到了呃中中晚期吧现在可以说中晚期 中晚期分隔以后呢就是说后来我在青年时代就其实是一直在往外走 然后到呃在在不少地方生活过啊比如南京啊北京啊现在落户广州 就是说呃这些呢就是说随着这个年龄的变迁哈月历的在增长 那么呢风格上呃会有改变可能还是以故乡或者说这样迁徙啊呃作为呃作为呃作一个支撑点可能但是会有更多的时代的因素或者是社会的因素包含其中 呃从三位的分享当中我发现有一个高频出现的词语就是个体 或说个人 这让我想到了 沐昕对拜伦的那句评价 就是真挚磅礴的热情 跟独立不羁的精神 那我也发现 其实今天我们三位作家 对于个体的关注当中 还有一份特别的关注 是留给了个体女性 因为在你们的作品当中 常常是一个女性的主人 我们去发掘 这个女性个人成长的历史 她的心灵的历史 以及她在这样的巨大的 时代变成当中 她的女性命运的称呼 所以接下来我想请大家 来分享一下 你们作品当中的女性人物 以及你们对女性的一些关注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 在我的描迹中 有很多女性的主人 在每个人都会发展到 每个人都会发展到 专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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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 Ďalšia postava je napríklad Tereza, ktorá stretne muža, ktorý sa k nej veľmi hodí, ktorý k nej veľmi pasuje, ale postupom času, ako sa zbližujú, tak zistujú, že on má také možno konvenčnejšie očakávania od toho, že čo by žena v jeho živote mala splňať, ako by sa mala správať a Tereza sa v tom začína cítiť nekomfortne. Sú to vlastne také veľmi intimné situácie, nie je to nič také veľmi dramaticke, alebo zásadné, ako napríklad Monika spomenula, skúsenosť emigrácie, ktorá prináša všetky tie skúsenosti, stratenosti a inakosti vlastne v inom svete. Tak v tých mojich poviedkách tie hrdinky častokrát, tým, že sú to aj poviedky čelia takým mikrosituáciám v rámci len nejakých intimných partnerských vzťahov, ale tiež tam vlastne naražajú na tú nutnosť nejak podrobiť sa, či už tomu partnerovi, alebo spoločnosti a chcú si tak nejak zachovať ani nie, že presadiť to svoje. a v konečnom dôsledku je pre nich asi tá vlastná nejaká sloboda najdôležitejšia. Monika, prosím. Yes. Well,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about two books, which are actual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About 10 years ago, I went to Moscow and interviewed women who were in Stalin. labor camps and so I wanted to write about them and how their identity changed when they lost freedom, this magic word that Barbara just mentioned, and it should be repeated again and again. So I wrote about one of them, I wrote one of these women that I interviewed in Moscow. I write a novel about her, which is called Valia's Night. And then the rest of them, I put them in one book, which is a book of interviews. and it was published in several languages under the title of Dressed for a Dance in the Snow. And so these women, I wrote, I was very much interested about the change of identity and attitude in these women, what they were before they were sentenced to the so-called Gulag, the labor camp. They were, most of them were just younger students, happy to, to be at the university and, you know, doing studies. Then how, what happened to them while they were in the Gulag. How was their experience, what they did, what helped them, for example, culture helped them a lot. Those who were cultured and could speak to others, recite poetry or remember sentences by different philosophers. It was easier for them because they had something to occupy their mind with. And then the culture was one thing and friendship was also very important, you know, because friendship was, it's not like friendship in our normal conditions when friend, there are friends who come and go. But it was like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friendship, which lasted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right? They were able to even like give up their life for another woman, for a friend of theirs, right? And then I was also interested like what they did with their life, lives when they were freed from the Gulag. Many of them had a difficult time relating to normal society. They thought that most people were not deep enough, that they were shallow. And they actually, these women tried to do, all of them did something to help humanity, to help the society. So they did something to, for example, like they were nurses or some of them were teachers. And some other, one of them actually became a great scientist. And so I was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their identity after the Gulag. What happened to them? What became of these women once they were in freedom? So this theme appears in my novel, which is as I narrate the life of the protagonist, as well as in the other book of interviews, which is where they themselves, these women, narrate their own lives. Yes. Dusit Лtar Linf Treft Okay. Myラ rencontre book is Kyoto's whole about three or four series, but I found better when many men were women. And therefore I instructed women, it was especially during those moments, because it was such a good view for somebody'sOH, it was just a good, 我觉得更大的这个程度上 可能是处于写作的便利 就是因为我对于女性 我更了解 她们的优点 她们的缺点 就是写起来会更顺手 今天国内的一个 就是做女性文学批评的人 然后跟我聊过 就是女性主义写作 后来我还跟她探讨了一下 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 女性主义作家 是因为我觉得我在 书写女性的同时 其实我对于异性 对于男性 其实普范的来说 也还是具有包容和理解 是这样 我觉得刚刚三位的分享 都非常的精彩 就是你们小说跟作品当中 那些丰富的女性人物 都非常的迷人 我想其实刚才我们 共同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流动的时代 女性可以拥有什么样的自由 在经过了压抑迫害 种种的苦难之后 女性可以如何重新创造自由 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不论是 屈从于一个男人之后 还是屈从于时代的局限性之后 女性如何冲出这样的繁星 重新去创造自己的自由 我觉得都是三位 在作品当中 曾经体现过的一些主题 无论是Barbara 作品当中的那些原子化的 孤独的女人 还是Monica 你的作品当中 那些古拉格的女人们 她们的非常难以想象的生活 因为我读过你的那本 在雪地上 盛装起舞的片段 其中那段 帕斯加尔纳克去世之后 她身边的女人们之后的生活 非常的震撼 就是那种完全高度的 精神化的女人 非常的迷人 还有我们葳葳老师 你在化妆那篇小说里面 其实也是描写了这样一个 重新获得自由 然后重新回溯自己过去的生活 释放自己身上那个最本质 女性本质的这样一个女性人物 她身上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 用你的小说里面写到 就是她身上的那种穷 就是她曾经身上的那个经济性 是打在她身上最深刻的烙印 这其实也是对当时中国 一个时代状况的一个非常好的折射 所以接下来我就想请三位来聊一聊 就是在这个流动的时代 女性可以重新去创造的自由 和女性所丧失掉的自由 在这个时代的设计 上方化性,以內,有歧 protests, 除了應該,是oriasmusGH, 有些可能, strategy and體驗, 在其中,是 所詐 as亡發生、 其他動作物及, 在其他全是 最好的溜度, 也只能够, 在其他地方, 也有必須的 nejaké bariéry, hlavne možno v mentaliče alebo v nastavení ľudí, s ktorými sa moje hrdinky konfrontujú. No, povedala by som, že z hľadiska možno nejakých ženských práv tak už veľa bolo vybojované a vlastne ženy hlavne, neviem, záleží to od vlastne územia alebo krajiny, ale prevážne v mojom kúte sveta, teda majú formálne rovnocennú pozíciu s mužmi. A možno to, s čím sa potýkajú, ešte je nejaký taký, ako keby jemný alebo mentálny patriarchát, že napríklad, keď žena vyjadrí svoju skúsenosť, tak nie je brana možno rovnako vážne, ako keď to isté vlastne urobí muž. Čo mám pocit, že je dôležité, aby aj v literatúre vlastne ženy vypovedali same za seba, alebo aby bola ženská skúsenosť vlastne rozprávaná prostredníctvom ženských rozprávačiek. Takže myslím si, že ten vek neistoty priniesol veľa príležitostí, otvoril svet, ale zároveň vlastne vznikli nejaké nové výzvy, ktoré vlastne spočívajú v tom, že všetko je také ako keby presne neisté a ako keby tekuté, kvázi aj vzťahy v minulosti boli. Vlastne ľudia do nich vstupovali s nejakou väčšou mierou záväzku a v súčasnosti ako keby málo k doma možno sebavedomie, alebo si vôbec trúšne formovať nejaké dlhodobé vzťahy. Takže v takejto situácii sa nachádzajú aj tie moje protagonistke, ale aj protagonisti. Monika, please. Thank you. Well, I think that in liquid times they are, of course,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an individual and maybe even more difficult for a woman than for a man, as Barbara explained already. But it's for a writer, I think it's very challenging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write about these times because liquid times really need strong individuals. And so critics usually said about my women that they are very strong women. I didn't really, this wasn't like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me. I didn't know they were really strong, but then I realized they were. So let me give an example. One of my books deals with Gala Dali, the wife of Salvador Dali, the great artist. And so she lived through different times when, for example, she was born before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times, she left for France because she was in love with a French poet. And so after, when she went back to Moscow after the revolution, she saw that everything was completely changed and she learned very much by that. after that, when she lived already with Dali in Spain, between Paris and Spain, she knew when she had to leave Paris. She knew when she had to leave Spain. She knew that she had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she was leaving her different cities, which were her home, because she knew that she had to survive. And so for survival, like an animal that goes from one habitat to another when it's menaced. So she had to go or threatened. She had, she did the same thing. And other people didn't have the same nose or the same smell for these situations. Like she developed everything because she lived like a completely liquid lif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we have to think that she lived through First World Wa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n the the rise of fascism in Europe, Second World War. Well, it's like everything. She went through everything. So her life was exemplary because she was not only Dali's muse, that's how she's very often characterized. But I think more than that, she was actually somebody who helped him very much take out the best things out of him and she made a great artist out of him. So this was I think this was like a strong woman or somebody who learned to be strong through liquid times. that is a 流 动 时代 女性 可以 拥有 怎样 的 自由 其实 对 这个 问题 我还是 很悲观 的 我觉得 可能 绝对的 自由 是 没有的 就是说 金锢 是 永恒 的 自由 我觉得 可能 无论 对男性 而言 对女性 而言 可能 都是 一个 幻觉 或者说 它是 相当于 一个 理想 性 的 东西 或者说 是 一个 灯塔 我们 可能 只能 慢慢的 接近 这样的 一个 理想 但是 却 不能够 完全的 拥有 它 就像 那个 我也 想举一下 我的 那个 一个 短篇 小说 的 例子 就是 化妆 化妆 写的是 一个 贫穷 的 女孩子 爱上了 一个 有家属的 男人 完了以后 他 他因为 受资助 而被 伤害的 故事 其实 这种 伤害 我觉得 完全 就是 是 他的 这个 自我 伤害 因为 贫穷 在他 少年 时代 在他的 心灵 落下了 痕迹 就 其实 这种 禁锢 我觉得 他可能 终身 都打不破 那么 自由 对他 而言 这种 经济上 的 自由 心灵 上的 自由 可能 对于 女性 而言 还有 很多 别的 自由 爱情 上的 这种 生活上 自由 我觉得 所有 所有的 自由 可能 都是 相对 而言 的 反正 我总的 来说 可能 人 是一个 非常 脆弱的 一个 存在 好 刚刚 魏魏老师 讲到了 就是 女性 所面对的 那种 永恒的 就是 桎 以及 身上 那种 美丽的 脆弱 我想 其实 可能 这也是 文学 为什么 之所以 这么重要的 并且 永远 不会消失的 一个原因 就是文学 它不是描绘 强大的 恰恰相反 它是 描绘 脆弱 甚至是 那一份 独属于 人类的 美丽 脆弱的 大概 这也是 为什么 巴伯 会那么 去 关注 那些 主流 社会当中的 边缘 人格 那些 孤独者 他们的困境 他们的 那份 美丽的 脆弱 刚才 莫尼卡 还提到了 一个 让我感觉 非常有趣的 词 就是 迁徙 我想 在这样一个 流动 时代 其实迁徙 也是 每个女性 所面临的 一个 共同的 命运 就是你 不得不 不断地 迁往 城市 迁往 他乡 迁往 另一个 应许之地 那在 亲密关系上 其实女性 也同样是 不断地 在 迁徙 从一段 亲密关系 迁徙到 另一段 亲密关系 就是这是一个 流动时代 不仅仅是 女性的困境 我想是属于 每一个 个体 它共同的 困境 所以我接下来 一个问题 就是想问 我们的三位 作家 在你们的 写作当中 你们会用 什么样的 寻书方式 或说 獨特的 写作技巧 或说 语言 去面对 这份 共同的 挑战 和障碍 呢 ale beriem si z toho určité prúky a postupy. 食letla som se s výhradou, že v mojich povietkach je zobrazené len to najnevyhnutnejšie a nie je tam dostatočný ponor niekedy dovnútra postav. Tak toto je zrejme návyk a možno aj zlozvyk z tej scenaristiky. Ale zároveň mi to dalo možno nejakú schopnosť pozrieť sa tak objektívnejšie na postavy a dosť veľa sa snažím napísať ako keby dobrý dialog alebo pracovať s dialogom to je asi tá oblasť, kde sa najviac sústredím na ten jazyk, že aby dialog dvoch postav nevyznieval tak, že tlmočia nejaké témy alebo nejaké moje tezy aleby to naozaj znelo tak, že sa rozprávajú dvaja ľudia, ktorí sú v nejakej situácii alebo v nálade a majú nejaké povahy takže, čo sa týka narrácie práce s jazykom ja sa snažím, aby to vyznelo čo najživšie a vlastne, aby tie vety alebo situácie tlmočili skutočný stav a prežívanie tých mojich postav takže chcem, aby tie postavy rozprávali same za seba, aby to nebol záznam nejakých mojich úvah a monológov teda aspoň pre túto zbierku zbierku dealing with other people and so we cannot really be totally free but I do think that the freedom actually is there is an inner freedom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freedom it's personal it's intimate or not but some of the some women some men some people have the capacity to create this this intimate space for them where they are really really free and I do write about these about these women very often actually very often I use a sort of inner monologue in my in my writings I'm a translator as I have been already introduced of two of the writers I have translated the most is Bohumil Harabal and Milan Kundera two Czech writers two great Czech writers the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but I think their writing somehow entered into my my writing because it's like without really knowing it it's whatever when you translate somebody very much it's in you it's it's in your interior and it circulates with your blood and so I have especially like Bohumil Harabal's inner monologues long monologues long sentences which kind of follows a person's thinking or feeling so this is this is like one part of what I do in in my work in some of my novels and then I think there is also I mentioned Milan Kundera who I believe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lso well I think I do have some of his like dealing with history how an individual deals with history some of his thoughts and reflections about passing of time how how we have to adapt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this is also the liquidity we are talking about right so yes these are these are the topics and these are this is how I try to deal with it I try to have like a balance in my books between the objective the Kundera like style and the very subjective and the intimate space of the of the intimate freedom and the of the 如果他们是能有会有看到这种中国的这种电视新闻的话 会看到我们每年的春节 然后几乎可能有有十亿或者上亿的啊 可能都有将近十亿的中国人一直在路上在流动 那么就是说从外乡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来过春节 所以说迁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气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 那这是地理上的迁徙 另外呢还有就对于可能对于我们这些女性作家而言 可能还有女性的那种精神上的或者是说情感上的这种迁徙啊 因为我觉得变动啊 就是迁徙就是在路上然后会带来变动 然后可能会对我们脆弱的人 然后造成那种心理上的伤害 然后呢就是说怎么来随着迁徙把自己的心安定下来 可能确实是我们当在文学的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就这些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优秀的作家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了这样一个流动的时代 个体的困境 个体的迁徙 以及女性可以在其中拥有的那份内在的私密的自由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线上的交流可能只能到这里为止了 再一次感谢三位老师 感谢巴布拉 莫尼卡 威威老师 也期待你们未来有更多的新的作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